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好 很高兴你们能够有抽空 参加这个网上的AntiMetal Talk 所以今天下午我要简单的跟大家讨论一下 怀孕的过程之中 种种点笛跟他的主要的 东西要需要很多人需要问啊 需要尽量要怎样啊 所以这些点的解答 我希望能够帮你们解答一些 普通你们都会想问的问题 好 首先我们要start是说 你们很会都会问 怀孕期间从营养方面 生活方式或者要怎样做检查 所以这些在接下来 接下来的20分钟左右时间 我会跟大家讨论一下 营养需要怎样的照顾 生活健康方式 运动方面还有怎样的检查 才算是标准的 首先我们要考一谈体重方面 很多人都会问我 医生我的体重可以吗 要增加多少 所以最普遍的 每一个怀孕期间 我们都会大概一个孕妇 都会大概增加从11到16公斤 从他第一天怀孕到他生孩子 这段期间 11到16公斤 大概都会算是标准的体重增加 头五个月这样左右 主要是自己的孕妇体重增加 比如讲 他的孕妇血液会从1公斤增加到3公斤 或者是说 他的身体的脂肪 也是会随着刺 随着baby的成长 孕妇的体重也会随着增加 所以后期就比较常见的是 胎儿 他的养水 或者是胎盘这些 也会跟着增加 孕妇11到16公斤 我们都会认为是标准的 有些孕妇 怀孕期间会比较 砂丁怀孕的时候比较瘦 比如讲他体重只有45公斤 如果这种情况之下 他可能体重会增加比较多 有到16以后会增加到20公斤 如果他吃的很多 意思是碳水和化物 carbohydrate吃比较多的话 他体重就会起比较高 孕妇如果体重本身就已经比较高了 比如讲已经有90公斤 或者是100公斤还没怀孕前 怀孕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要增加体重 或者最多也是增加1、2公斤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少见的 比较extreme的 so in between 50公斤到60公斤的话 平常体重都会增加 多多少少11到15到16公斤左右 政府医院的平常是每一个月 你去看他一起的时候 如果你去政府医院的话 他们每一个月只准你上3公斤 如果你超过3公斤的话 他们会把你拿去喝糖水 那现在过目一下 平常怀孕的时候 需要吃了哪些 要吃那些补啦 要吃什么东西吗 很多人都会问这些这个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这边 其实四方面来讲 每一个国家差不多 虽然我们吃东西不一样 可是从protein calcium 钙质 铁质 或者是folic acid 维他命这些东西 每一个国家的recommendation 都是差不多一样的 比如讲folic acid 你爱的是吃5mg 一天吃一粒 或者是有400mg以上都可以 vitamin A 你可以看到大块需求量 每个国家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国家就有他自己 同样的那种recommendation 关于这些鱼油啦 也是差不多平常 我们说如果你平常很少吃海产的话 你可能去买一些鱼油来补一下 因为鱼油多多少少对你怀孕过程之中 太人的发育这些 尤其是脑部这些都比较会有帮助 扫描呢 平常是说当然多多少少 每一个孕妇都会去找医生 或者是医院 怀孕过程之中会做一些扫描 扫描目的是看一下胎儿健康吗 所以怎样知道胎儿健康呢 所以我们都要说胎儿心跳会看得到 然后从他的大小 胎儿的羊水胎盘 很多人也会兴趣知道 自己胎儿的性别 那主要的两个扫描 就在11周到13周的时候 如果胜切扫描的话 就会看到胎儿到底有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 比如讲痰氏综合症 一个孕妇的年龄越高的话 它的风险就比较高 尤其是痰氏症 所以从胜切扫描 基因扫描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个时候11到13周 验到胎儿有没有基因的风险 第二个胜切扫描 是差不多在五个月左右 就是在20到23周 因为这个时候 Babby他的器官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从胜切扫描 你可以大概看得出 而且很仔细看得出 他的底唇 比如讲有没有吐唇 或者心脏方面有没有孔 所以这些比较详细的器官检查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两个比较胜切扫描 可以看得出 可以使你安心 性胎儿有没有问题 其他的像28周 32周 36周的扫描 也可以愿意出baby大小 跟他的体重 跟羊髓 胎盘这些功能 所以这些扫描 平常医生都会recommend 你几次做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怀孕的时候 很多人也会问 医生需要做exercise吗 要怎样做exercise 通常我会跟 孕妇讲 平常你有exercise是吗 配孕妇有的人会跟我讲 呀我平常 呃都会去走走动一下 比如讲一个星期去 呃公园散步啦 走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ok你怀孕的时候 多多少肚子 那些baby啦都会比较大 所以走路会有点不方便 所以有时候会很喘 从这种情况之下 慢慢我们就说先慢慢start 先starting的时候 你先走先 如果慢慢不会怎样喘的话 你可以increase 慢慢的增加 两次到三次 每一个星期 主要是说 从呃底部先做起 如果是很觉得很闯 或者是说背 腰部很痠很痛的 就应该要休息 如果你比较有exercise 你的话 比如讲你平常都有做 呃 跳健身舞的话啦 或者是有平常有做很多 yoga的啦 或者有很多 呃呃 training这种的话 你可能会能够做 比较说 比较多繁重的运动 比如讲你可以做快步走动啊 做轻微的 jogging 这些也是可以 主要是说你做运动的时候 不会感到气喘 或者是说没有上气 不接下去的感觉 然后觉得身体会舒服的话 就可以continue最多 差不多15分钟 到20分钟之内 那主要的运动 是要预防那种跳上跳下 很大力跳上跳下 尤其是 应付如果胎盘 会比较低的话 就应该要避免这种 跳上跳下的运动 起码 我们这边很少 起码的运动 外国国家就起码运动 不应该做 我们这边平常是 跳Zumba啦 太激烈的 应该要避免 呃或者去rollerskating 我这边也是很少看到的 rollerskating 这些比较激烈的 会跌倒的 会跌倒的硬度 就应该避免 嗯 潜水方面的话 因为气压不同意 应该要避免 在Sona里面 因为比较热 血管会比较张开的话 有时候血会 啊 血管比较张开的时候 如果你站起来的话 突然间的话 人会觉得硬掉啊 这种情况之下 尤其是孕妇 这种情况是特别厉害 所以应该要避免这些 Sona Steam这些 比较热气 血管会张开 比较容易的地方 游泳就很好 啊 因为体重方面的话 呃背部就不会 承受到那种重量 所以游泳方面 跟肖围肖围肿 肖围肿动 就应该很 很适合孕妇 OK 如果你去参加Yoga的话 应该可以给你 Yoga老师讲你的 pregnancy 那些有经验的 Yoga老师会教你 怎样stretch so 每一个星期三 每一个星期三次四次都没 都没关系 那还有一些孕妇问 呃还有其他 运动要做吗 还有一个重要的 运动就是这个 叫pelpit floor exercise 它主要 运动的时候 就是说你怀孕的时候 baby一天一天长大 把羊手一咬越多的话 你的 呃 胎位啦 子宫这些都会压下去 从 呃在你的pelpit floor 下面有一个 你看那个指指那个 muscle一条长长的 他是hold住你的膀胱 跟你的子宫 so这个muscle 如果 那些体重呢 在压下来的话 他就会被拉下来 走他的muscle 就会变成比较 松掉 so 子宫下垂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尤其生亡过后 如果你没有 做这个pelpit floor exercise的话 那个子宫下垂 那个muscle 直死色的被拉下去的时候 就很难再恢复上去 如果 你再连下去生第二胎 第三胎 第四胎 这种情况之下 九而九之 到你更连起过后 等于子宫下垂 就不能够避免了 当你笑一下 或是咳嗽一下尿 就会露出来了 从这种情况之下 你 怀孕的时候 最好要有一个 嗯 妇产专科 或者是 副理物理治疗帮你 教你做怎样做pelpit floor exercise 嗯 平常 这个exercise很容易 只是说要persistent 嗯 做一下他的那个muscle 就能够比较有痛 他能够 拉住那边 啊 脂肪下垂的机会 就比较少 所以这个exercise 也很多人都会做上上网看 或者是物理治疗医生 都会教你怎样做 ok 现在我们讲一下 关于 怀孕 叫肚子痛的时候 什么时候 你知道要来医院 很多patient问我 尤其是第一次 医生 我几次来 要来医院 我不知道什么叫羊水破 不知道什么叫要生了 呃 虽然很多人跟我讲 很痛 so我们先讲一下 他的症状是怎样的 第一 来红 show 来红是什么东西 因为怀孕的时候 子宫脊那边多多少少 多会有一层黏膜在那边 so黏膜平常是黏在子宫脊那边 当时间要到的时候 比如讲38周 40周 肚子要开始痛的时候 那个黏膜就会掉出来 那黏膜的颜色 平常是 像PT这样 有时候比较红 看他如果他比较多到有时候比较红 那时候像PT黏黏的跑出来 那时候去show show是说你的肚子 开始要 呃 呃 要开始痛了 就说子宫颈开始软化了 这种情况就像说OK everything 就要开始了 but 有的人会有一些一些些痛 有的人其实会有比较多痛 所个人个人不一样 but overall是说 子宫颈已经ready 会开始软化了 他要开始开了 就等更痛一些 so 来红来了过后呢 你不用这么紧张 你可以再慢慢看一下观察一下 等他痛 比较来 比较多的时候 那痛来的时候呢 是什么来的 就是说他那个痛 他会一阵一阵来 他不会说来了一阵子 然后不见掉 那那个是假痛 如果他很痛的话 你要算一下 是不是每两分钟来一次 或是每十分钟来一次 你的肚子会很紧 到紧的时候呢 他会强到你会很痛到 有时候会痛到不能够讲话去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哦 你再算一下 如果他继续下去了 就是每两三分钟来一次 继续再继续下去 不会没有停的话 又加来红啊 这种情况之下说你已经开始了 所以你可以去医院 检查一下 看一下你的死攻击 也没有开了几公分 所以每五分钟到十分钟 没有停的跟来红 应该要去医院了 OK before that 你还可以去走走 没有什么紧张 so 你这边可以看到 什么是真痛 什么是假痛 那force level contraction是 一下子有 一下子没有 然后有时候是十分钟 然后又 两分钟 然后又变成二十分钟 然后就不见掉了 这种是假痛 真痛的话是 每两三分钟 平常可能是每五分钟 慢慢的就越来越频密去 每两分三分钟 然后会越来越痛 他痛会蛮久的 会到三十秒 所以我会到鼓声 会多出三十秒 再加来红啊 这种情况之下是说你的 呃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去医院观察一下 如果not very sure的话 你可以打一个电话 问一下这种痛可以进来的没有 so overall的话 很少人会痛到在家里伸去 so overall的话都会来得及的 so ok 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看你你来的时候 我们的富士会帮你 检查一下心电图 so上面那个是 baby的心电图 我们主要是看一下他心跳多快 正常的baby的心跳是120到160之内 so他心跳都会上下上下这种 so我们会看一下心跳会正常吗 然后下面那个像 进进进进进进进那个 那个是你的痛 你看到从 呃 蓝蛇的那条蓝蛇下来 那个蓝蛇200那边 下来那个从 到另外一个蓝蛇那边 他那个是十分钟 所以看到下面那个牙齿那边 一二三四五四五个 进进的牙齿那边进接上来的 so这是说十分钟里面 这个patreon有痛了五次这样 所以就是每两分钟来一次了 so这种情况之下 他这种是蛮蛮频密的 so每十分钟他会来五六四 so这个十分钟二十分钟 三十分钟里面 他至少来了 差不多 you know 每十分钟来 六四六四六四 五四到六四这样 so是蛮频密的 so这种情况下 应该会觉得蛮痛的 然后他会一直觉得这个痛 一直一直来 不会不见 so这样在这三十分钟里面 他没有停过 然后再过一两个小时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 就应该要去咽了 ok 还有一个是羊水破 那羊水什么时候会破呢 那羊水破平常是肚子痛的时候 最普遍的是肚子痛的时候 他才破 或者医生把它弄破 或者是他自己破 那有的patient是 就是还没有痛之前他 或者痛一下他就开始破了 so每一个孕妇也是有点不一样 有的人是比较 羊水比较早破 早破三十六周 或者三十五周 可是肚子没有痛 那种比较少见到 比较常见到的就是那种 要生的时候他羊水 或者是痛的时候他自己破掉 或者是我们把它穿破掉 如果你在家里面突然间感到 好像有水很多跑出来 可是你没有小便 他会跑出来像小便这样 那你应该也是要去验这一下 ok so羊水破是证明说 他羊水破的时候也是要看 是什么颜色 如果他baby在里面大便了的话 轻舍在这种情况下 就赶紧去验 如果说看到是透明的那种颜色 你还有时间整理一下 然后才去验 那这个是说肚子痛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知道说 ok 你要生了 so不能够回去了 或者是说哦还很早 还太早一点来啊 不需要这么快进来医院 so我们孕妇 我们来来来看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midwife 或者是医生帮你检查的时候 主要是检查子宫颈 你看那个子宫 cervix 第一张图那边 他的 cervix还关着的 baby头在上面 so还没有开 然后他又holdhold在那边 如果我们检查到这样 就说还没有 虽然是有痛 可是子宫颈还没有开 还没有说话 然后第二张图 那么2那边你看到 那边写1cm 就是说 那个 检查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他已经开了一个公分 开了一个公分 还是长 so 有的patient 他开了一公分 可是已经 痛了两天 有的patient开一公分 只痛了半个小时 所以也是要看个人 个人个人不一样 so 我们检查到1公分 这样 我们就说还是太早一点 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子宫颈 已经变薄了 跟第一张图 compare一下第二张图的子宫颈 比较薄了 so 1公分这种情况下 虽然还是早 不是说已经 要开始 到 快 快 avance 所以1公分 是说 如果痛再继续下去的话 应该不会久 就是他还会车 continue 开咯 so 平常我们时候 什么时候 emite你呢 是说 3公分 4公分以上 我们就说 ok 你可以进来 因为3公分 4公分以后 过后就是active label 所以国际标准是说 3公分以下的话 还不需要这么快 因为可能在医院蛮久 因为有的人3公分 从1公分开到3公分 有可能要几天 有的人是半天 所以有的人又几个小时 所以很少人 几个小时 大多只要 会超过 you know 半天至少到1天 所以时候还要几天的时间 so 3公分以下 不用这么快来 啊 进进进 住院 so 3公分以下 就先回家 先去走走先 3公分 4公分以上 才要住院 那第三张图 开到5公分 5公分 definitely 是住院 然后 so 腹势检查一下 或者医生检查一下 想哦 5公分了 5公分 means Active Legual already 不能够回去啦 so 很多人又问 医生我 什么时候打epidural啊 要用什么止痛药 平常1公分会痛吗 有的人会痛 有的人不会痛 有的人痛一点 有的人痛很多 so 平常的话 epidural 我们是说 如果你要打肌脊骨后面的epidural 止痛 平常是3公分以上 如果你1公分来的时候 你的epidural那个太早 因为你打下去的话 要很久 1公分到3公分 如果有需要2天 你不可能 epidural打2天嘛 是不是 平常要3公分以上 我们才跟你把epidural 然后 然后 baby几时生呢 baby要登到10公分 就是说 帮你检查的时候 我们检查不到 那个子宫颈 就是说 全部开到完了 所以baby头就会下来了 然后就开始push so 这个是过程 从1公分 或者是还没有开 到10公分 每个人不一样 有的人半天 有的人一天 有的人十天 有的人两个礼拜 so 很难讲 也是要看痛的多 多多多强 so overall这些 我们都会把你access一下 然后跟你讲一下 讨论一下 几时经验 几时不需要经验 ok你可以看到 这个baby头进入骨盆 那每一个孕妇的骨盆不一样 有的人骨盆大 有的人骨盆小 ok overall我们亚洲人的骨盆 baby那个头 要记录那个骨盆的话 overall都会看 要看baby的size baby如果比较大只 比如讲3.8公斤以上 或者4公斤以上 头要记录那个骨盆下去的话 没有那么容易 4公斤 let's say 4公斤的baby 他头要经过那个骨盆 呃 有时候 有时候不能够下来 不能够下来的话 就是有时候就是肚子一直痛 可是肚子也不会开 头不会下 那种情况是要转去开刀 again这种情况 事前我们不能够预测 肚子痛的时候 啊 肚子没有开的时候 我们大概可以说ok 这个头下不能够下太高了 不 有时候医生可以把你事前先扫描 说哦 这个baby很大只 4.3公斤 要自然生的机会不会那么高 当然有的人可以生4.3公斤 可是机会没有那么高 所以人会转去开刀 呃 比你不必要的痛痛了 六七个小时 等下头一步一下就转去开刀 不然这些很难讲 嗯 but overall 医生会跟你商量 看一下overall the agreement 是怎样 那时候再来讲吧 more or less 一些我们亚洲人的baby sangki law的话 股盆大概都能够下 你看到那个-3-2-1 然后0 然后plus1 plus2 plus3啊 那个是baby的头 有没有下来 那如果是-3 就是说他头很高 还没有下来 手痛痛痛痛痛的时候 只供给开的时候 我帮你检查的时候 他多多少少 会从-3慢慢下来到-2 然后-1 然后0 然后到plus1 那如果有plus1 plus2 你就能够自然生 子供颈有开的话 你就能够自然生 如果你子供颈没有开 他大概应该都会在0 and minus1 minus2那边 so 这些都是副医生跟你检查的时候 会跟你商量一下状况 进展怎样 当你在label的时候 ok so 子供颈要开到负 然后那个头 一定要到plus1 plus2 到plus2 那边 那边 医生或副师傅叫你push 因为这个时候能够生 如果开到完的时候 even though你子供颈开到完 把那个头颅是-2 你不能够 你push 他不会出 这个也是要去开刀 so overall这种情况之下 again 要检查 跟看overall你的进展 怀孕 那时候你肚子痛的时候 进展 是怎样 我们通过assessment 我们会知道 很少 patients 开到完头 还在minus3那边 大多都会说 多多时间会下来了 so 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叫你pushing push 然后很多patients 啊我不知道怎样push 第一胎 so 平常我们医生跟副师都会帮忙你 feel到contraction的时候 我教你怎样吸气 然后怎样推 so 什么叫contraction so 那时候很容易的 慢慢写几次 push几次 就会push了 ok 手指根子开到完 头有下到plus1 plus2 albo 状况是这样 我们副师会开始 跟医生开始教你pushing try to get the baby out ok so push push 平常第一胎要push比较紧 会push比较紧 比去第二胎还是第三胎 pushing的method 我们会教你怎样 most of the time 嘴巴要逼紧啦 用肚子啦 头要看下啦 这些position posture这些 我们都会教你啦 ok so 你可以看到这个stage1 stage2 这个baby 从starting stage1是肚子 3cm 4cm 你进来了 已经开了 到开到完 10cm so 这个阶段 从3cm到10cm 这个叫stage1 stage1 平常是最久 3cm到10cm 最迟平常每一个人是每一个小时一个cm so let's say你是3cm进来的话到10cm 7个小时了 ok the slower 是最慢的 7个小时要开到完 stage1是3cm to10cm stage2 stage2 是已经开到完 10cm到你push baby出来 叫stage2 so stage2 平常 depends 平常是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ok 上个小时是比较慢一点 so over isn't we decide 如果比较慢的话 有可能要帮忙你一下 用fontuza 或者是forset 帮你deliver so stage1是3cm 从3cm到10cm stage2是 从你开到完的时候push baby出来 stage3 是baby出来过后 跟他那个胎盘出来 这段期间 so baby已经出来了 你等他胎盘出来 这段期间叫stage3 那什么时候说你推不出啊 医生要帮忙你啊 或者是什么情况之下 那baby有时候 你已经是开到完了 他在plus1 那边或者是plus2 so 有时候 虽然很推 你的妈妈会很累啊 所以如果baby比较大肆的话 有时候他比较难处 推得很累去的话 他还是差 还是差一点点 啊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考虑帮忙你 把babydeliver出来 还有是说啊 baby有时候推推推的时候 他心跳会跌 你的baby比较耐 你的baby没有那么耐 手心跳会跌 跌的医生要看一下 overall能够吗 如果是说跌的太厉害的话 也是要帮忙你快快 把baby生出来 不然会切痒 ok 所以有时候是说 也是很累啊 baby也是 心跳跌的很厉害 医生就会帮忙你deliver baby so帮babydeliver的方式 有两种最普遍的 一个就是vontu 有这些橡胶的东西 一个橡胶cut 吸住baby的头 然后你的肚子痛的时候 fondation来的时候 我们会叫你推 然后医生会帮忙你一起deliver 我们把这个baby吸出来 ok 很多人会问 会安全吗 头会肿一粒吗 头多多少少会肿一粒 可是这个很安全的 几乎大多是没有问题 如果assessment 会correct的话 平常要plus1 at least to plus2 那个头下来 plus1 to plus2 我们才能够用这个2 如果是-1 不能够用 spine 现在比较少人用了 因为要拉的蛮久 so overall 我们有时候节力 不要用太高风险 然后有时候 那第二个方式是forset 那vontus和forset哪一个比较好呢 I mean overall也是要看 有的医生比较习惯用forset 有的医生比较习惯用vontus 那有时候检查一下头 比如说baby 2329 他头会比较肿 比较肿 比较肿的时候 如果用vontus cut seed 的话 他有时候没有seed 也没有那么紧 所以有时候要考虑用forset so每一个方式 医生会 decide哪一个方式 比较适合 ok but overall forset也是很safe baby的position 要知道头转身哪一个方向的话 apply一下 给他deliver出来 那 这个 第三个方式deliver法是 cezerian 至少伸不出 either是推不出 头太高 baby太大 或者是妈妈推得很累了 可是baby 还是不要出来 或者是说 开到一半 5CN 6CN心跳开始跌 来不及 不能够得 有时候baby是这样 那没有办法就要紧急开刀 紧急开刀的话就 大多是纯身半身 没有纯身麻醉 大多是半身麻醉 然后baby出来 然后 伤口缝一下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so cezerian delivery 现在也是很普遍 有的人 觉得很怕 痛 不想自然症的话 就损cezerian section 现在也是很普遍 overall医生会也是会跟你 讨论一下 然后跟你design一下 overall里面的decision so 为什么cezerian delivery 像我刚才讲一个patient 他们自己选择 不要自然症 他们要try normal delivery 然后try caeserian 就没有try 就没有try自然症 那平常为什么生到一半 女的时候 要转去开刀 像我刚才讲头太大 你看这个baby 他头露不了 不能够下去那个骨盆 虽然做子宫颈会开 可是那个pelbit bone 的头 推进不了下不了 下不了的话 就没办法 他已经很痛很痛了 他头还是不能够 cannot push down cannot go through 那个pelbit pelbit 那个bone 他就没办法 手已经痛了 8个小时 只攻击 还在4CM这样 然后检查一下头还是很高 这种医生医生会跟你讲 ok baby不能够出来 转去可以down this reason number one reason number two 比较少见到 就是他羊水泡的时候 有些baby 他脊带会先跑出来 rather than他的头下来 他脊带先跑出来 他的羊水泡的时候 that's why 为什么说我们羊水泡的时候 你要去医院 不要在那边等很久才去 因为有时候那个脊带会跑出来 脊带跑出来是emergency 然后手 在跑出来的话 就要去紧急开刀 因为这样不能够自然的伸 第三个原因是 如果头没有对准 that's why 37周 38周 检查的时候 make sure 头要在那边 so 肚子痛的时候 他的头是下来 不是脚啊 或是手啊 或是背啊 你看到第三个 那个是背部先下来 这种的posture 是不能够自然的 ok 那还有几个原因 比较少见到的 这是 低胎盘 低胎盘 obviously 子宫颈 service 因为胎盘挡在那边 所以子宫颈 开的时候 胎盘会裂 so 头 obviously 被那个胎盘挡住 so 你不能够下来 so 第二张图那边 你看到 placenta 在下面 挡 盖住那个service so 头是不能够出来了 so 这种情况 是在平常 还没有肚子痛 之前 34周 36周 我们少秒都会看得到 跟你讲 是低胎盘 不能够try子男生 要go for caesarian 第一张图是 胎盘裂开 胎盘裂开很少 again 什么原因呢 大多数也是 妈妈的血压很高 没有控制到 你有控制到的话 他的血压太高的话 他会导致胎盘裂开 ok 胎盘裂开的话 要紧急开导 因为baby会缺氧 下面那个图 你会看到到上面那个 baby的心跳一直跌 一直跌一直跌 这种情况是在医生讲 要紧急开到immediately ok 不然的话会有问题 so these are the conditions 会 certainly sometime 有时候会发生 怀孕的时候 或者是在生产过程中 生产过程中 我们会把你 monitor so这些事情 hopefully 都会事先知道 ok so最后一个 part 就是那些常问的question 很多医生 或者是护士 或者是 even patient 多多少少都会问这些 跟他们来看病的时候 都会问 或者是复诊的时候 都会问医生 我可以喝茶或者咖啡吗 茶和咖啡 其实都可以喝caffeine is ok 需要不要过量 那什么叫过量呢 这个美国专科协业的话 过量是一杯 maybe一天超过 呃四杯到五杯 呃 tea或者是咖啡 咖啡的caffeine 会比较高一点 so hopefully everyday不要超过三杯 呃 so coffee 是可以喝 或者是咖啡 but不要超过三杯 tea 平常是超过五杯 所以很少 培训会到这么多 overall caffeine but平常 如果你喝些 ok 医生我喝两杯 可以吗 两杯是可以 如果你放很多糖 在里面了 就不可以 ok most of the time喝咖啡 可以 but不要放糖 能够的话 avoid sugar pregnancy 最多的是糖吃太多 或者是 啊 糖尿病有时候没有知道 没有咽的话 这种情况之下 会比较 not good 而且每天喝两杯 加那么多糖的话 not very good so sugar consumption比较重要 然后对 compare to caffeine 还有一个他们很会问 就是说咖啡喝一下 BB会变黑掉啊 这些啊 那些是没有根据的咯 so it's not true ok so most of the night cafe and tea is cold is ok but not too much with the sugar 有咯 然后呢 另外一个 question pregnancy 平常问可以喝酒吗 ok 酒那些作业的时候呢 放那些 啊 黄酒啦 cacama啦 或者是红酒啦 有时候也跑会放多少 可以喝吗 很多人可以去找完全不要喝 因为很多很多 advice想不可以喝啦 这些 overall的话 这些是没问题 因为平常呢 酒加进去的话 煮一下他酒精都会都会 evaporate了 都会蒸发掉了 所以最多是一点点 或者是没有酒在那边了 除非你的作业放整瓶下去 什么那个就放太多了 所以很少会这样的 so 吃一点cafama 或者黄酒剂啊 或者是红酒是没问题的 ok baby不会病黄 但是跟黄没关系 ok 所以饭酱啊 这些饭里面煮的那些 其实都没问题的 ok so overall 喝这些吃这些 我们传统的这些 鸡汤啊 或者是 酒煮的那些汤啊 平常都没问题 baby会黄是因为胃奶会不够 so overall 要常常胃奶 每两三个小时胃奶 then他的黄就没那么高 ok so hopefully这些 短暂的 讲解 会使你们 对 呃 怀孕生产过程 会有 比较 呃 呃 比较多了解 so hopefully 呃 今天很遗憾的 我们 不能够像晚常一样 邀请大家来我们的怀孕论坛 呃 给讯大家一些怀孕过程 和生产过程的一些资讯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video recording的方式呢 让大家有一些资料或者是资讯让大家更了解怀孕的过程和生产的过程 呃 呃 呃 希望大家 呃 呃 对着大家有一些帮助和还有一个 拥有一个顺利的那个怀孕过程和生产过程 以下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呃 呃 presentation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将呃 呃 呃 开始讲有关于分娩疼痛 呃分娩疼痛的管理 呃 分娩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喜悦和期待的 可是每个怀孕的妇女都会因为分娩所带来的痛苦呢 感到非常的害怕 可是庆幸的就是我们能够采用各种啊方法来减轻这个 这个分娩的时候的疼痛 而且这个呢是必须依照个人的那个分娩情况和需求 来运用这些减轻疼痛的方式 我们需不需是要呃呃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就是这些减轻分娩疼痛所使用的药物呢 其实都是对妈妈和啊 啊 父中的孩子都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我们先开始讲说呃 呃 怀孕分娩有疼痛 可是这个分娩疼痛有害处吗 其实是有的 因为当怀孕的妇女呃 呃在疼痛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情绪是非常紧张 会造成精神的压力呢 这个会使到我们的身体呢 分泌出一些呃 额茶 酸胺 升高 这个英文呢 我们是说 stress hormone 就是当我们啊 精神紧绷的时候呢 身体我所分泌出来的一些啊啊啊 分泌物 这些分泌物呢 会使到我们的那个啊 血压标高呢 也会使到我们的那个 心脏的那个 那个心跳呃呃呃 增加更快 所以这个 因为血压的那个呃呃呃 身高也可能会减轻那个 减低子宫血液循环 和胎儿酸素的那个升高 所以这个对妈妈跟孩子呢 都有造成一些部分的一些伤害 所以为了减轻这些伤害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让怀孕的妇女更加舒服呢 我们来讲 关于一些分泌疼痛的管理方法 这个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方法 一个是非药物的 就是我们讲说 不需要用药物的 第二种呢 就是需要用药物的啊 管理方法 那么非药物管理方法有什么呢 第一 当然是我们需要有正确的讯息 然后来了解这个分娩的过程 当我们对那个分娩过程 有啊 确定的了解呢 这个能够减轻我们的啊 啊 精神上的啊 紧绷跟情绪上的紧张 这样子呢 就会的 减轻我们的那个啊 身体上的那个疼痛 第二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松弛疗法 如呼吸运动呢 音乐呢 方向疗法 按摩等 我们在平常 就算我们没有怀孕的时候呢 我们也知道 当一些一些 通常我们情绪紧张的话呢 我们用这些音乐啊 或者是 都会多多少少 减轻我们的情绪紧张 这个也进而能够在分娩的时候呢 减轻我们的那个 生理上的疼痛 当然 我们也需要亲人的陪伴和支持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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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药物方法呢 大致上是为了 让我们 减轻 情绪上的 紧绷跟 压力 和担心 这样子 减轻我们 心理上的那个疼痛的因素呢 都会减轻我们 生理上 physical的疼痛 那么第二种方法 那个药物的方法 包括什么呢 我们有 大致上可以分为 三个种类 一个就是 气体止痛药 第二就是 注射止痛药 第三就是 硬膜外止痛药 我们来 一一跟大家分析 这些是什么 不同的那个药物 我们先讲 气体止痛药 这个英文呢 我们叫 Antonox 所以它其实是 结合氧气和笑气 然后来 减轻我们的疼痛 你可以看在 照片上的 那个妇女呢 她是自己本身 用手 握着一个 脸罩 OK 这个是 这个 止痛药呢 是一个气 是一个气体 就是在 就是说我们的 那个 Gas form 所以我们需要 有一个 脸罩 盖在 妇女的 那个脸上呢 然后这个 这个妇女需要自己 使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手 在压着那个脸罩 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容易使用的 那个减轻疼痛的方法 很多病人 对这个药物有一些 故解就是说 啊 其实这个气体 没有做很大的帮助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不需要 正确的使用这个气体 第一呢 因为这个气体 它没有这样快 开始有产生作用 所以它的药效是 15到20秒开始 所以我们必须 告诉 妇女就是说 当开始 contraction 刚开始要 症痛的时候 已经有开始 感到痛的时候 立刻就把这个 脸罩放在脸上 开始复吸 这个气体 止痛的那个气体 所以当我们那个 contraction慢慢的 慢慢的越来越强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个药就已经 开始生效了 所以它才能够 让我们减轻的疼痛 有一些 妇女 错误的使用 是什么呢 当他们开始 有contraction pain 就是疼痛开始 症痛的时候 他们说 这个是非常轻微的 我不要用先 可是等到疼痛 非常厉害的时候 他们才把这个 脸罩放在脸上面 这样子的话 刚刚开始 症痛的时候 这个药还没有生效 所以那个时候 就已经开始 非常疼痛了 这样子就是 比较不完美的 使用方法 所以如果正确的 使用方法就是 contraction pain 一开始 我们就 症痛的气体 然后等到 contraction peak 就是最高的时候 最强的时候 这个药就已经开始 有作用了 等到慢慢的 那个contraction 又比较减轻了 我们才把这个 脸罩放开 等到下一轮的 那个contraction pain 再来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用这个 那个脸罩 所以用正确的使用方式呢 是一个非常 这个 这个 那个气体 止痛药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 那个方式 它是会伤害你的 胎儿的健康 对妈妈来讲呢 最普通的 那个最常见的 副作用有什么呢 就有头晕 有较难 集中的注意力 而且这个 它会减轻 可是并不是 100%完全 完全止痛 所以有时候 我们还是需要 有其他止痛的药 来补助妈妈 让妈妈 比较舒服一点 第二种药物的 止痛方式 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 注射止痛药 英文 我们叫做 Pathogen 是用注射的方式呢 来止痛 它可以帮助放松 放松 药效大多数是 15到20分钟开始 可以持续 2到4个小时 它的那个副作用 常见的有什么呢 可能会造成 妈妈的头晕 或者是呕吐 如果时间是接近生产 BB药出来的话呢 可能会影响 胎儿的呼吸 可是 就算是这个样子 发生的话呢 我们还是有一些药 可以逆转 这个胎儿 呼吸的问题的 那个药物 可以帮助BB 呼吸的比较顺畅 第三种药物的止痛方法 是什么呢 我们叫做硬膜外止痛药 英文我们叫 Apidural pain relief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 它是用麻醉剂 注入硬膜外 然后这个来麻醉疼痛的神经 等下呢 我们在一个照片里面 有看到的话 会 大家都会比较明白 等下我再说 另一个照片 这个 这种止痛方法呢 有助于较长的 那个 生免的过程 而且这个呢 必须是要有麻醉师 来给去注视 我们也必须明白 这个也不是100%有效 可能在 巴克孕妇里面 可能会有一个 可能还是需要有其他的 那个药物来补助 这个硬膜外止痛药 我们是怎么做呢 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孕妇 她是坐着的 前面可能是先生 或者是护士 帮忙和支撑着她 当她坐着的时候呢 麻醉医生的手呢 就会在后面呢 洗干 把那个背部洗干净了 然后帮你打针 然后放一个非常细的 一个管管 进那个身体的那个背后 我们讲硬膜外 这个硬膜 其实是包围着 我们的那个神经线 所以呢 我们当我们注射 放这个管管 细管进去 然后注射这个麻醉剂的时候呢 这个麻醉剂 就是像我们平常 如果去牙医 看牙医的时候呢 我们有时候 把牙医 会牙医 会帮我们打一个针 对吗 那个针其实就是麻醉剂 所以这个针其实在 扒牙的时候呢 这个打了这个麻醉剂呢 它会帮我们的那个 牙龈产生麻痹 同样的 如果我们用这个麻醉剂 在一模外注射的话呢 它会帮忙麻痹这个神经 疼痛的神经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让孕妇在生产的过程 减轻疼痛 这个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照片 其实你可以看 可以看 当我们放这个细管进去的 这个管是非常非常的细 好 当我们已经把那个管管 放进去的时候呢 我们后面只是就跟它 pluster tape起来 让它不要有机会移动 所以背后的照片就是这样子 里面也没有那个注射针 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只有那个细细的管 在cluster在里面 那一模外指痛药 更多的资料呢 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使用这个 epidural呢 这个是需要由妇女的生产过程 和胎儿的状况来评估适当的时间 大多数呢 那个妇产科医生都会跟麻醉医师的医生一起商量 最好的时间来注射这个一模外指痛药 那么有些妇女会有这个疑问 这个一模外指痛药会影响到胎儿吗 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这个研究显示一模外指痛药对产妇和胎儿是非常安全的 那么一模外指痛药的药效什么时候开始可以持续多久呢 当我们已经注射了一模外指痛药之后呢 药效可以从15到20分钟就开始了 而且它可以因为有一个管管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不停的从那个管注射这个药物 所以它的那个药效是可以持续直到生产完毕为止 有些妇女会问注射了一模外指痛药后 我仍然会感到疼痛吗 这个大部分的孕妇她的疼痛将会减轻 可是并不是完全没有感觉 你可能还会有效尾的感觉到那个子宫的瘦素感 那么一模外指痛药会缓慢生产过程吗 大多数孕妇她会感觉到比较轻松 然后这个有助于生产过程 不会说缓慢生产的过程 那么有一些妇女还会有一些疑问就是 那我不能够感觉到这个疼痛的话 我还能在生产时实力吗 这个是当然的 这个一模外指痛药不会影响在生产的时候的实力 那么有这个肌肉有什么副作用呢 它有时候会造成血压偏低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会在孕妇的身上做这个IV drip 就是我们会帮你掉水 掉盐水 这个能够减轻血压偏低的问题 有时候妇女会感觉到好像皮肤会痒 因为这个是那个药物的有些副作用 有些会头痛 差不多100到200妇女之中 可能会有一个会困难的 那个因为这个肌肉的关系呢 会有头痛 可是这个头痛大多数都是轻微的 都是能够用一些简单的子冲药呢 来减轻这个头痛 还有什么其他常见的副作用呢 就比如说比较男小便 有时候感觉不到子宫的收束呢 可能会延长第二期的生产 这个呢大多数我们是需要到 要宝宝要生出来要实力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这个子宫的收束 所以我们必须 孕妇必须配合那个midwife ok 那个她能够用手放在你的腹部 然后能够感觉到子宫的收束 虽然孕妇本身感觉不到 可是那个midwife的手在你的腹部 如果能够感觉到子宫收束的时候呢 如果她叫你实力的话呢 那你就要配合实力 这个就能够使到顺利的那个生产 那个背痛呢 这个是很 这个是一个不是很普遍 直接关系到硬膜外止痛药 因为我们必须知道 当我们孕妇怀孕的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也会分泌一些荷尔蒙 这个荷尔蒙是让我们的那个肌肉跟 ligament 这个韧带什么都会比较松弛 所以当怀孕的过程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韧带啊肌肉比较松弛的话呢 这个都会造成我们肩负这个 这个baby的重量的时候呢 都会有多多少少造成的一些背痛 所以现在的研究是显示说 这个epidural没有直接的关系到 使到孕妇会有更高的背痛的问题 那个大家可能也会担心说 哦他就在那个硬膜外 硬膜内就是那个神经线哦 会不会造成那个神经线的伤害呢 这个的那个 %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是10千到100千 可能就一个这样子的问题 好我们已经讲完了 关于自然分娩过程中 所使用的减轻疼痛的方法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讲说 如果这个孕妇是不适合自然分娩 而是需要剖腹生产的话呢 那我们有什么麻醉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种 一个是全身麻醉 一个是半身麻醉 全身麻醉呢适合 如果孕妇完全拒绝半身麻醉 如果孕妇的健康情况 不适合半身麻醉 这些不适合的健康情况是什么呢 比如心脏有问题 或者是脊椎有问题 我们就会看你的那个健康的情况 来决定你会不会适合半身麻醉 如果不适合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帮你做全身麻醉 然后有一些特殊的怀孕中的情况呢 是不能够允许我们有时间帮你注射半身麻醉 因为比如说胎盘期待绕着病人的那个 绕着宝宝的那个井 使到宝宝窒息的话 这样我们需要非常快的时间把宝宝伸出来 那我们都会说需要全身麻醉 而不是半身麻醉 那个全身麻醉呢 有什么风险呢 或者是副作用呢 我们都会讲说 因为在怀孕的病人 我们都会可以看到说 很多时候就会有那个身体肿的问题 身体水肿的问题 比如说脚部啊 手部啊都会有水肿的问题 所以不只是脚跟手 我们外在可以看到的 其实我们的气管也会有水肿的问题 如果有这样子的现象呢 当我们需要帮你做全身麻醉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放一个气管植入 来呼吸插管 如果是气管有水肿的话呢 这个会相对的话会比较危险 使到气管受伤 还有第一个比较高的风险呢 是什么呢 是使到物体导流引起肺炎 当我们怀孕的时候 我可以很肯定的很多孕妇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说你吃了一点东西呢 肚子非常肿胀了很胀了 有时候可能还会有胃酸导流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需要注射全身麻醉 当你是已经睡觉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食物导流的话呢 病人睡觉了就不能够把它吐出来 这个如果食物导流 导流到肺里面呢 就会产生肺炎的问题 所以是相对的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都会讲说 如果病人是适合半身麻醉呢 那个是最安全的麻醉方法 除非真的是非常完全不适合半身麻醉呢 我们才会让妇女去做全身麻醉 半身麻醉是什么呢 它是一次性的背部注射 这是麻醉药呢 我们在背部帮你注射 然后它也是使到那个神经 疼痛神经麻痹了 然后感觉不到了 然后我们才帮你做剖腹的生产 这个是比起全身麻醉 较为安全的麻醉方法 它的副作用是什么呢 它可能会使到血压偏低呢 再有一点它的副作用 大致上是差不多 跟肺炎的副作用差不多一样 它也会使到轻微的皮肤痒啊 头痛啊 背痛啊 或者是神经的伤害 就像我刚才说的是非常的罕见 所以这个半身麻醉 有什么病人是不适合 这个半身麻醉呢 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 比如说一些心脏的问题 心脏健康上不允许 或者是有血液余护的问题 或者是有一些脑脏的问题呢 这些我们就会看你的健康情况 然后来劝告你到底半身麻醉 会不会适合 如果不适合的话 我们再会把它转至全身麻醉 好了 我的那个presentation也到了尾端了 我们可以告诉各位怨妇呢 未来的爸爸呢 家公家婆呢 这个其实我们分娩呢 会有疼痛 可是我们都会有办法 能够帮你减轻疼痛 希望大家有一个顺利的分娩过程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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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